尽管中共国三月份的整体出口意外激增,但详细的海关数据显示,随着外资公司加工贸易第一季度出货量同比拒减16.3%,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智能手机、电脑与芯片,显示供应链移出中共国的速度仍在加剧。 其中,三月份智能手机出口额同比锐减31.9%至84.8亿美元,创19个月以来的最低点,其主要制造商就是组装苹果手机的富士康,但富士康已越来越多元化其生产基地,包括在东南亚和印度扩厂。 三月份,中共国电脑出口额同比减25.9%,连续8个月走跌,因占整体出货量60%的加工贸易,剧烈下滑。 三月份芯片出口额下滑2.2%,为连续9个月下降。 主要芯片、大厂台基电、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在中共国都有生产基地。